星期二连锁商店Costco公布了季度收益 在销售疲远的情况下仍超出季度盈利预期 接至9月3日Costco本季度收入达789亿元 超过了业界预期的779亿元 同时剩利润增至22亿元 每股收益4.86元 另外Costco全球店面的顾客流量增长5.2% 全国顾客流量同比增长5% 但全球平均交易额下降了近4% 全国下降了4.5% Costco的首席财务官对此解释道 虽然消费者的花费有所减少 但前往该商店购物的次数却有所增多 由于全国各地的住房和生活成本仍居高不下 Costco的屋元正在有意识地减少购买大件商品 挖除食品和生活用品外的非必需品 天下维时记者编辑报导